四樓三樓 三樓三樓 四樓三樓 三樓均裂倒塌 地上散落大大小小的水塊 機車 汽車全被砸 鐵皮棚架整個垮下來 一樓的果菜市場毀了 在台南市的長東街 可以看到 這裡原本是四樓高的公寓 但是整個是變成了三樓高 原本的二樓已經變成了一樓 我們可以看到 在底下原本是果菜市場 不過果菜市場也整個被二樓 給狠狠的壓壞了 四樓變成了三樓 地震當下居民轉述 公寓上下震動超嚴重 門框瞬間歪斜 根本連門都開不了 這樓的敢叫 這我就趕快出來 我就走到四樓 又拿三樓 車在樓下都抬下去 走到都不敢吹 走到走到二樓 洪信夫妻嚇到腿直發抖 住在四樓的廚師蔡先生 一家六口外加一隻狗 倉皇逃生 緊急中還抓了頭燈 大哥 看你上面又找一個 對啊 你沒有這個看不出來 都停電了 那個時候都停電了 水管都破了 沒有啦 這個都是居家良辦 這一定要租電 我們要租新家了 這樓市場公寓已經二三十年 住戶從來沒有經歷過 這麼大的地震 上網留言一度以為 自己真的會死掉 鄰居相互幫忙救出老先生 還有居民趕緊到地下室移車 長東街的公寓倒塌 總共疏散了56人 兩男一女送醫 一名男子自行就醫 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黃一文流量和王岳方SNG小組 台南報導